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陈子乐园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最新的罗布奥特曼的街机游戏 这一次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两张怪兽卡片 让我们用卡片来召唤这两只怪兽 分别是火炎古兽 格鲁吉欧伯恩 它是第一集登场的怪兽 然后第二只怪兽是哥莫拉怪兽 正好我们抽到了这两张怪兽卡片 所以啊 这次我们要用怪兽来对战奥特曼呢 这次的街机游戏还可以扫描第三和第四张卡片 那我们扫描了赛网奥特曼和银河奥特曼 因为我们这次用的是怪兽卡片 所以我们要来对战的是 罗素奥特曼和布鲁奥特曼 首先要来对战的是 罗素奥特曼的烈火形态 让我们的怪兽来发动攻击 格莫拉用它巨大的爪子攻击了奥特曼 格莫拉继续攻击 轮到火炎古兽的攻击了 他用巨大的尾巴攻击了奥特曼 然后继续是格莫拉的攻击 轮到奥特曼的攻击了 我们要来防御 防御的速度好像有点慢 我们要来发动怪兽的联合攻击 两只怪兽轮流攻击奥特曼 最后他们还同时用尾巴 还有从口中突出了攻击光线 攻击了奥特曼 哦 罗素奥特曼被打败了 接下来又对战的是 布劳奥特曼的越水形态 他又来攻击了 布劳奥特曼从水里发出了光线攻击 轮到格莫拉的攻击 币杀季的能量潮充满了 怪兽又来发动联合币杀季 先来充满能量 首先是火焰狐兽的伯恩突兮 从嘴里发出了超热的火焰 然后是格莫拉的超震动波 好厉害啊 要来最后一击啦 怪兽又来发动联合的必杀季动机 能量潮充满 可颜古兽的攻击 从嘴里吐出了好多火球 格莫拉的超震动波 看起来也好酷啊 哦那这次怪兽打败了奥特曼 下次我们又用奥特曼来打败怪兽 那这次的接机视频就到这里 你们喜欢看哪一个奥特曼对战哪个怪兽呢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